1974年3月10日清晨 一位身穿半旧军服的日本老头 来到菲律宾卢邦岛警察局 他向人们深深地拘了一躬后 郑重地说 我是少尉小野田宽郎 奉大日本皇军的命令向你们投降 听到这个消息 菲律宾警察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1945年日本投降开始 这个日本人已经在菲律宾的山林中 独自为那个早已灰飞烟灭的大日本帝国 战斗了整整30年 杀死了超过130人 当被告知战争早在1945年结束时 小野田失声痛哭 日本怎么会战败 天皇怎么可能投降呢 1922年3月19日 小野田宽郎出生于日本和戈山县海南市 他父亲是没落的武士 母亲是德川幕府家臣的后人 因此小野田自幼就被注射进了 最大计量的军国主义狂热思想 他从小就认为 参军战死沙场才是最大的荣耀 可事与愿违的是 他竟然无法参军 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太差 属于引体巷上只能做一个的那种人 不过好在战争后期 日军兵员紧张 放宽了招募标准 小野田这才如愿以偿 在参军前 小野田的母亲 给了他一把祖传的佩刀 说如果不幸被俘 就用这把刀切副自尽 以此向天皇效忠 瞧瞧人家这母爱 因为文化课成绩优异 1944年9月 小野田被选入日本陆军中野学校学习 中野学校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特工院校 虽说是进了特工院校 但他学的却是挖野菜 啃树根的游击战术 原来 这时候二战接近尾声 日本自治必败 于是除了制定一亿遇岁计划外 还单独制定了游击战略 游击战略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本土游击 一个是中国游击 抱着为帝国开疆拓土的朴素愿望 小野田选了游击科目里的中国战场方向 他在学校里天天苦练中文 模仿中国人的举止和饮食 就为去中国当一名合格的间谍 结果三个月后 因为太平洋战场缺人 他就被分配到 菲律宾一个叫卢邦的小岛 从事游击战 他的任务也非常简单 就是抵抗美军的攻击 破坏机场与海港 而行动策略就一句话 自己活下去 没有后援 虽然学的东西全都派不上用场 但小野田很兴奋 因为他终于可以为天皇玉岁了 而这时候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 明眼人都知道 日本战败是迟早的事 于是第八师团团长 横山竞雄中将 在接见小野田后 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 玉岁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我们现在暂时撤退 您到山林里进行游击战 三年或者五年之后 我们将绿大日本皇军重新回来 而你一定要坚持到我们回来 在这期间 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吃椰子果 啃野菜也要活着 千万不要去自杀冲锋 知道吗 可小野田丝毫没听出弦外之音 而是连续的嗨 嗨两声 拍胸脯保证 自己一定在卢邦岛打好游击 等待大日本皇军的归来 这番保证把小野田困了三十年 同时也拯救了他的性命 1945年2月28日 美军在卢邦岛登陆 对驻岛日军进行了清剿 小野田所在的连队 死得之剩下四十多人 为了掩护其他人撤退 上四谷口一美少佐 向小野田和岛田装一 小种金器以及赤金勇一四人 下达了死守待员的命令 因为在这四人之中 只有小野田官狼属于少位军官 他自然就成了小组的组长 为了应对美军的猛烈攻势 小野田决定先撤进卢邦岛的原始森林里打游击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撤便撤了三十年 他是最卑微最可怜的鬼子 日本投降后 还坚持打了三十年的游击 连续杀害了一百三十人 仍没落网 占领劝他投降 可他却只听上级命令 这是精神偏执 还是所谓的忠诚 这名鬼子叫小野田 是一名日军少尉 二战期间 他被安排到菲律宾卢邦岛打游击 长官对他下达死守待员命令后 连脚底抹油都跑了 可小野田决定带着三个部下 撤入卢邦岛的原始森林 和美军作战到底 在进行游击战的过程中 小野田不断转移位置 杀死所有他能看见的人 其中不仅有落单的美军 还有许多重香蕉的农民 每天清晨 小野田都会带着三名部下爬上山岗 对着行似日本军旗的东升须日镜里 等待援军的到来 可不久后 两颗原子弹下渡 日本马上投降了 但小野田这样的游击余孽还不知情 他们继续在菲律宾诸岛上烧杀抢阅 于是美军空投了一大堆日语 船单上面写着 日本在8月14日就已经投降 你们赶快下山投降 小野田看见船单将写将疑 突然他听见不远处有枪声 于是认定战争没有结束 船单在骗人 此后 小野田忠实地执行着长官的任务 据统计在他实施游击战的30年里 共计杀害了菲律宾居民130余人 烧毁的房屋和稻田不计其数 这种行为艺术般的杀戮 给菲律宾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小野田一行人平时吃喝不愁 每天偷鸡摸狗杀水牛就行了 不过最摧残人的 还是原始雨林里的气候 每天湿热不堪 最重要的还是有很多毒虫 他们一咬就是一个红色的大疙瘩 没有药只有拿命抗 所以小野田四人身上全都是毒虫的咬痕 终于队伍中一名叫赤金的士兵 受不了这么恶劣的环境 在经历四年的游击战后 主动脱离队伍 跑去向菲律宾警察投降 菲律宾警方由此才得知了 山中赋予顽抗日军的真实身份和位置 于是他们让赤金写好劝详传单 再次洒满卢邦岛 小野田看到传单后 坚信是赤金背叛了日本 并协助敌人写下了这份劝详传单 战争一定没有结束 于是菲律宾警方没办法 只得出动大批军民进山搜捕小野田等人 但奈何小野田早把游击丸的轻车熟络 菲律宾的这些二流警察还真抓不到他 然后菲律宾警方通过飞机 用扩音器向山中喊话 日本已经投降 战争早就结束了 你们出山投降吧 但小野田依旧不信 因为他认为 如果日本真的投降 那么他的长官谷口一眉少总 一定会告诉他任务取消 小野田的事迹传回日本国内后 引发了一阵轰动 原来二战结束后 小野田被日本军部认定死亡 他家人早就给他举办了葬礼 此次听说小野田还活着 小野田的母亲欣喜万分 他亲自录了劝祥录音 写了家书 并让小野田的哥哥带去卢邦岛 但面对哥哥的亲自劝祥 小野田依旧不信 他认为这只是美军宣传人员 用向他兄弟的声音来诱补他 多年的游击战 让他养成一种适时怀疑的态度 而对于母亲劝祥的录音 小野田更是觉得假 因为当初离家参军之时 母亲给了自己祖传的军刀 说要是被俘就切副自尽 他怎么会让我投降呢 虽然小野田不信日本战败 但他确实阅读了 宣祥用的传单 报纸和家书 他自行编造了一套解释 那就是日本本土 虽然遭美军占领 但日军仍在满洲进行抗战 他将朝鲜战争解读为 满洲日军开始反击 而他把他活动的附近 美军为了空袭越南 而产生的飞机频繁起降的情况 解读为日军已经开始重返太平洋了 而劝祥用的报纸上 日本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现状 更是让他确信日本不可能战败 天皇阁下一定不会投降 为了侧应日军南下太平洋 小野田还偷袭了 菲律宾的一座雷达基地 他们开枪 狙杀了两名菲律宾空军军官 这种残暴的行为 彻底激怒了菲律宾政府 他们下达了最高作战命令 对残余的日口格杀勿论 于是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进山搜捕 小野田的一名队员岛田被击毙 不久后 再一次火烧稻草堆的游击行动中 小野田的最后一名队友 51岁的一等兵小种 也被菲律宾警方击杀 小种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军阵亡的最后一名士兵 也是轴心国阵亡的最后一名士兵 这件事传回日本国内后 引起了东京方面的高度重视 小野田的事迹 由此传遍全日本 而与火热的舆论相反的是 卢邦岛的小野田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中 他总是会梦到 和他并肩作战 28年的战友小种 他曾计划自杀式进攻雷达战 死了一了百了 但他又想起师团长的话 你要好好活着 不要玉碎冲锋 军人要坚定地服从命令 所以小野田放弃了 自杀式攻击的想法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直到1974年2月的一天 这天小野田照例 寻山游击 可他看见一个衣着古怪的人 当他端着枪靠近后 这人马上举起双手 并用日语大喊 我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原来此人叫林木吉夫 是周游世界的日本探险家 林木告诉小野田战争已经结束 以及日本国内的发展情况 但他依旧不信日本会战败 所以拒绝投降 他告诉林木 只有自己的长官 谷口一梅少佐亲自下令 自己才愿意投降 林木答应寻找谷口哨佐 但临行前需要拍一张照片 作为证据 小野田同意了 林木回国后 这张照片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 庆幸的是 当时谷口一梅少佐仍健在 二战结束后 他转行做了书商 听到这个消息 他立即飞抵卢邦岛 1974年3月9日 谷口一梅少佐来到 与小野田约定 好的山头 当穿着破烂日式军装的小野田出现后 谷口哨佐便掏出了 一份影印本的撤退命令 随即发号施令 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 我代表日本陆军军部 命令你立刻投降 在听到上司的命令后 52岁的小野田翻过整个山头 来到了警察局 放下奸商的九九式步枪说 我是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 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 自此 这厂长达30年 对虚空输出的游击战 终于画上句号 但故事到此远没有结束 这30年来 小野田杀死超过130名菲律宾军民 毁坏的房屋 道田更是不计其数 愤怒的菲律宾人迷 要求把小野田绳之遗法 可他不仅没被处罚 还以英雄的姿态回到日本 甚至受到天皇的接见 这是为什么呢 他是罪轴也最惨的日本鬼子 日本投降后 他还在原始森林 坚持为日本打了30年游击 他杀了130多人 最终却被当地政府无罪释放 回国后竟然成了国家英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此人名叫小野田 是一名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 从1944年开始 他就在菲律宾的卢邦岛打游击 整整打了30年 杀死了超过130名菲律宾军民 而最后 菲律宾政府却将他无罪释放 原因就在于 小野田这场的超常行为艺术 大大满足了日本右翼与民众的虚荣心 他们把小野田标榜为英雄 为救出小野田 日本政府特意给菲律宾 提供了3亿日元的补偿资金 作为之前小野田的游击战 所产生损失的弥补 当时菲律宾的总统是 独裁者费迪南德马克思 此人的特点就是见钱眼开 于是在日本政府的超能力下 马上就特赦了杀人凶手小野田 小野田刚从东京羽田机场下飞机 日本民众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一样 欢迎他 社会各界更是把他视为 代表日本精神的英雄 甚至天皇都想要接见他 但被他婉拒了 因为他不想让天皇难堪 让他道歉 小野田还把他的经历写成了自传 绝不投降 我的三十年战争 与此同时 他还把日本政府给予他的一百万日元补偿金 捐给了靖国神策 为军国主义招魂 不过他仍然没办法适应日本的生活 洗衣机等电器令他害怕 而喷气式飞机和电视 则把他吓得心惊肉跳 而且他完全无法理解日本会反战 特别对于新宪法中 对于军事行动的限制相当不满 所以他决定移民巴西 经营农场 用自己在雨林中积累的野外经验 种草养牛 还别说养得还不错 在这段时间 小野田渐渐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知道了自己的罪 于是时隔二十二年后 小野田重返了卢邦岛 给当地学校捐款十万美元 并和一位他曾经涉伤过的农民拥抱 互相谅解 但即便如此 军国主义在他身上也扎下了根 他晚年经常参加许多右翼组织举办的爱国活动 每每听见昭和军歌时 他总是会激动地直流眼泪 经常有媒体问 小野田 你当初一意孤行的固执 杀伤了一百多人 给这些家庭带来了生痛的灾难 你觉得你错了吗 但小野田每次都坚定地回答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在没有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 我没有责任 2014年1月16日 小野田因肺炎引起心脏衰竭并发症 于东京圣路加国际医院过世 享年91岁 有的人认为小野田是一名合格的军人 有的人又认为小野田是法西斯的刽子手 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记者 事实被认导论研祸